今天讲水位题,水位题是体积题目的其中一种文化 现在是小鹿,它这几种是它常见的文化 你看到这些题目你不用怕,因为它来来去去都是这几种文化 但留意单位,单位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 但不是在学校也有的,如果有的话你小心一点 首先一个m3乘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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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多,你数几个0就可以了 填上去,但CN3次方也等于ml 而ml即是毫升,你转为升 其实要是1000ml才是一升 换言之,一个这些呢 我们现在转为升是1000升 你这样想就可以了,我又告诉你怎样 然后他会问你一种问题 就是如果有6000毫升的水 倒入一个立方米的容器里 那水位会是多少,那我们怎么做 那我们首先把这里变成立方尼米 然后你将它 你会知道你这里是这个 那它每一个是多少 100,100,100 是不是这样 那么换言之,你又应该是6000 随估100乘100 因为你的底是100乘100 那你就会计算到它的高度 明明这里做什么 如果用升的话,你也不用怕 你的做法其实是将这个升转成ml 那就是500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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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乘200乘100乘100 那这样会是多少 可以不可以 我再加一些东西 18 他这四个放进去之后 找每一个 留意日出了 日出的容量是多少 例如0.5是500毫升 但只有三格 即是300毫升 即是300毫升 你日出多了多少 当大家发现满力时,用15 到18 negative 就是3 所以这个OK的话这3ings是3cm 推达15...到18 乘16乘12 来加38,看这多出来的300 这就是4个总共的提值所以可以挤四 就是这样做,这就是影音了提值 很奇怪的题目就是给了要挥争 你加回10和8这个尺寸 那你首先的做法很简单 是找回原本的容量 你这些全部都不用理会了 什么石头都完全是没意义的 就算是多少块都没所谓 你是用容量找回原本的高度 再用12点 找回后的高度 因为你的石头拿出来之后 就剩下水了 那水有多少容量 就首先转成CM3次方 然后就除回10乘8 那就是找到这个高度 那以下12.5减回去就可以了 明白吗 这个是由容量 除面积来找水位高度 然后水位高度相减就是答案 这种题目 他找原本水位是比较特别 因为新水位是这个 那原本水位是高还是低一点 那应该是低一点 因为还没放进去 那这个做法是 首先将它 20乘3 然后 除回10乘10 就是底的尺寸 然后 因为你原本的水位是低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8.5减 明白吗 这种东西 第四题 它是问日出的容量 今次是问容量的 那留意容量就是体积 体积的三四方就转成ML 就OK了 那我们说放了五个这些 那它原本的水位是16 那它的 total是18 是全部 那会原本是它 首先超过了16 超过了18 再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做 那我们做的东西 就很简单 首先我们将五个 乘回五乘五乘五乘五 它说边场五的立方体 那又有五个 那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将它减 减什么呢 减这个位 这个位是18减16 下面那个尺寸 那这里 它减了 我们要日出 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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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容量 的体积 或者体积 你多出来的 就是日出来的水的体积 但是我们要把体积 转成什么 转成容量 那就转成ML 就OK了 行不行 水 它用容量来做单位 但是ML就等于CM暂时 这题目 它原水位是这么多 它说放药杆 石块之后 每块 今次是问放了多少块 这个也很常见的 留意它日出了 那就是我们又是将它这样 这样 放 找这个位 它去到顶 是多少呢 我们发现20减15 然后乘6乘8 再加200毫升 就是200cm 就是200cm 三次 那这个total 那么多呢 我们除了多少 除了40 因为每块石 40cm 三次 那就是答案了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可以WhatsApp问我 这里 有一种问法 它是会结合了 % 或者分数 它说水位原本是这么多 现在就高了 那问你原本是多少 那怎么做 或者问你多少块石块 那怎么做 很简单 你把它乘回就行了 它说它是 它的三分之二 那你就乘回三分之二 那就是我们18减18乘三分之二 这个就是水位的增加减少 这个情况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 减少 因为原本是18 原本是三分之二 而燕水位是原本是三分之二 那就可以了 有题目 做就做 然后有什么不明白 我设计问法学 我设计问法学 我设计问法学